这样的条件的男孩子 不愧的 你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我不相信 你问一下直播间叔叔阿姨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说能嫁得好 娶得好 肯定是这样子的 大家肯定就是说 但是 但是 就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不是 那我现在跟你谈的 不是嫁得好 娶得好 我现在是要跟你合伙 做生意 你同不同意吧 妈合伙做生意 而且我不出米 可以了吧 我不出米 这个我在 我怕把你做杂了 不怪 我就出个脑子 我不出米 家人们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 那我怕 我怕你 我怕等下做杂了 浪费你的脑细胞怎么办 我揍你 等一下怕你想多了 我不出米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不出米 我只出脑子 嗯 然后只 只带着我 的经验 或者是 人脉资源 给你 但是我不出米 这样总公平了吧 嗯 这个 这个 那你不 我 我担心心疼你的脑细胞 等一下想太多 坏死了 扫了好多脑细胞 疼我说的好听 家人们他各种说心疼我 然后又说以后都不见我了 那你跑去河南找我的时候 那个劲儿去哪了呢 那不是不知道吗 那 那 劲可大了 那不是不知道吗 知道了就不一样 那你要再这样闹的话 你小心 嗯 我就 被别人抢走咯 嗯 我 我 只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就是 开心 幸福就好了 真的呀 那我明天 我明天找一个 我家里面 嗯 那种 定好的那种 相亲的 我去 相个亲 嗯 你开心吗 要不你送我去 嗯 我不送你去 你送我去吗 你这么伟大 你送我去吗 我不送你去 你送我去吗 你不是希望我幸福吗 你送我去 我不送你去 嗯 这 反正以后再说吧 你看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家人们啊 对吧 那嘴巴上说什么 嘴巴上说 哎呀 就想我幸福 那我家里面 给我找一个 条件特别好的男孩子 你送我去 或者是 要不你帮我撮合撮合 你同意吧 不同意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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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又不同意啊 这 这 那要闹哪样 那 那你 要你跟我在一起 你也不同意 我跟别人在一起 你还不同意 太难了吧 家人吧 嗯 咋都不行 我没有说 你跟别人在一起 不同意 我是说 你让我去撮合 你跟别人在一起 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不用你撮合 你就送我去就行 嗯 那也不行 那也不送你去 你为什么不送我去啊 那送你去 就是 看病傻的可以 这个不可以 哎 那送你去那里看什么事情啊 哪有这种 这种东西 我还 我自己送出去的 嗯 那我还做你的助理吧 哎呀 这不敢 我哪敢 我不敢使唤 为什么不敢使唤 你以前不用我用的挺顺手的吗 那以前 那以前 以前用的挺顺手 那 哎 我想想以前那 说的话 我都有点 都不知道 我都有点 怎么说呢 就 现在 想起来 都有点尴尬 家人们 叫不 你们之前 没给我提醒一下吗 我都有点尴尬 你们怎么 不早点跟我说一下 早点提醒我一下 嗯 我现在想起 以前那些话 有点 感觉自己有点傻 我都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我尴尬 那你当时 你也不尴尬 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家人们 肯定在 肯定在 肯定在笑我 没有人笑你 太尴尬了 我现在想起来 太尴尬了 我都恨不得 找个地 撞下去了 真的 盖住你的脸 他不好意思了 没事的 以后你还可以 还可以把我当助理 一样用的 没关系 我说了 我回来 我都不问家里面拿钱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米花 我现在没有工作 我做你的助理 然后你现在不用给我发工资 等有一天 你飞黄腾达了 然后你分我一点股份就行 那大财小用 你给我当助理 大财小用 你不是说我没什么能力吗 那 那是我当初眼瞎 不时如山珍面目 你哪有这么说自己的 当初我可能被 被情感给蒙蔽了 变傻了 哎呦 我的天 不是啊 你现在怎么就觉得 我有能力呢 我跟你说 大宝 你太失利眼了 哪有啊 其实我一开始 我也说你有能力的 你不是说我没能力吗 有 我记得 我记得 我是说过 我直播间家人也知道 我是说过 我说啊 我老坦堂也 也挺有能力的 但是 但是 我说能力不是说 这方面的能力 那是什么能力 我说 个人的工作能力 我是觉得挺有能力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这家庭背景 经济条件 这种能力 我是不知道 这算啥能力啊 你真就是 这也是能力 怎么了 你突然知道 我妈妈有点条件了 然后你就觉得 我挺有能力的 那之前 我跟你说 我有能力 你都说 你个啥啊 你个小助理 那 这太湿里眼了吧 我之前说的是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 那我不是一直 你觉得我有工作能力吗 我觉得有 所以我才 我还说你给我当助理 那不就 杀什么 杀什么鸡用牛刀 大材小用 所以你应该去 你妈的公司 那里有更好的平台 更能发挥你的 我不能去我妈妈的公司 大宝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妈妈的公司里面 有一个男领导 特别喜欢我 我要是去了的话 我就说不定都跟他结婚了 所以 我要去吗 我就是我不喜欢他 但是他条件特别好 我要是去了 说不定我就很快的结婚了 所以我就想我要不自己出来创业 要不你带着我 我带不动你 我哪带着我 你带不动我 我就回妈妈公司 然后那个男领导 说不定就 那你可以自己创业吗 是不是 那我应该去创业害怕 不用创业 你创什么业 你就每天观望间 然后陪自博间 家人们聊聊天 多开心啊 我要是 能这样 我就天天跟家人们聊天 多开心啊 不用创业 你就这样挺好的 你创什么业 我为什么不用创业 不用了 我跟你一样大 我就躺平了呗 对 你躺平就好 你孩子这样舒舒服服的 快开心心 快快乐乐多好 你都不知道创业的 入城是多么累啊 你你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样每天就是收收租 逛逛街 然后跟家人们聊聊天 特别好 对啊多好 这个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 那要不你跟我换换 那不不现实 那我能换 现实 那我也换换 叔叔阿姨们以后我出去工作 然后让大宝做这直播 跟家人们聊天 然后没事了 他就给大家卖个什么油盐酱醋啊 卖个茶叶啥的 每天陪你们聊聊天 然后我出去工作 家人们觉得OK不OK 咱扣个1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啊 你就过上我梦 你梦寐以求的生活 给你啊 OK 然后我出去 我出去工作 你看叔叔阿姨们都支持 不OK 那我养不活 你养的活 你养的活 不是 你慢慢油盐酱醋 我慢慢你那茶叶 然后如果养不活的话 我出去工作 我在贴补你 那怎么行 那不等于你养我不行 那不是啊 那俩人还分什么 当然 不能这样子的 这肯定不行 那你跟我在一块了 那不是啥都是俩人的吗 还分什么 不是 那没 那没 虽然没分 是没分 但是不能 不能说啊 什么什么 你的去养男的 怎么可能这样子呢 可以啊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男的要 就是得得去赚钱养钱 这个是男的一个责任 你知道吧 可以啊 那我就跟你一起创业 第一 我跟你两条路选 第一 你跟我一起创业 你不要给我路线了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会 会好好 好好做 好好选择 你就 那我跟别人走了 跟别人走 你就好好的 就这样子 就生活就好了 这是我一个人单身 一个人就这样生活 没必要这么快嘛 你可以先这样子嘛 哦 对不对 反正他是这也不行 哪也不行 是不是 阿姨们 我要是真的跟别人咋的了 估计 他又不愿意了 嗯 对 哎呀 不知道 不知道这家伙咋想呢 嗯 那你今天应该 打完你还挺好的 没有 特别难受 明天还在打 你走不了 我 我看你 我看你今天状态就已经 已经好了 不行 我听完你说的话 我又回身不舒服了 叔叔 你们你们说对吧 我这病还没好呢 什么什么 估计他明天还得陪我打针 什么听完我说的话 你怎么 但我听完你说的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明天还得打一天 嗯 你明天不管我了是吧 你就这样丢下一个女孩子 女心何人啊 不是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就好了 可太难受了 你 你的 哎呀 你明天陪不陪我打针啊 我太难受了 那我明天再陪陪你再弄好 明天应该就好了吧 今天我看到好场合 那不知道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明天肯定好了 那怎么可能这么多天不好 那不好说呀 明天再说明天事 是吧 是不是阿姨们 这感冒发烧的事谁说得准呢 你老难受了 对不对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两天多多多难受 你给手都打轻了 太可怜了 嗯 她她的技术不咋样 对她这个技术确实不咋样 晚上我再给你搞点 这个 就是搞搞点东西弄一下 明天再弄一下就好了 明天我爱对了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真的 就是你 你那个茶叶 家人们他那个茶叶 我真的找了一个朋友 人家是做代工的 家人们都知道 我们家跟做代工的这个 关系比较密切啊 我一个朋友真的是做代工的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 你现在做的这个茶叶 为什么你觉得销售打不开 是因为你的思路 思路不够广 你要一定要做女人喝的东西 女人才是这个市场 最大消费能力 最有消费能力的 你不要再去想赚男人的钱 男人赚的钱 都是给女人花的 叔叔阿姨们你们说对不对 是不是男人赚的钱 都是给女人花的 你天天想赚钱 然后你说你说 哦理论上面 男人都是养女人的 这话是不是你说了 嗯对 所以说男人有钱 女人有钱 你你你你你来 你来思考一下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男人有钱女人有钱 但这个茶一般不都是男人才喝的吗 为什么女人不喝茶 家人们 咱们来分析一下 女人不喝茶 是因为那个 他们觉得男人喝这个茶不够好喝 不是他不喝 咱们女人不喝 是纯粹觉得那个茶不够好喝 对不对 但我觉得 我我那挺好喝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好 是女人的口味跟男人的口味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把茶做成女人的这个口味的话 是不是你的你的茶会卖的更好 你不要天天盯着大 这大老爷们大老爷们 这买个茶叶剩下钱都要交工呢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 女性照顾好了 你就发财了 为什么你现在没发财 因为你 为什么人家做花生品的发财了 为什么他做茶叶的没发财 家人们 你们误一误有没有道理 为什么做花生品的发财了 为什么做茶叶的没发财 是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有钱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是我是真的在找别人去在做女性喝的茶 我跟你说 女性才是市场的主主要的一个消费人群 真的 真的 男人不行 你们见有几个做男人生意发生大财的 真的 你们你们细数一下 有几个做男人生意